中国给马来西亚的机密文件被菲律宾曝光了 大家好 南海问题不论是美国的怂恿挑衅 菲律宾的盲目狂热 还是我们中国的坚决姿态 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南海局势 而在日前南海又爆发了一件重大事故 有人想让第四方势力介入到南海中 我们先来说一下实际情况 中国外交部不久之前曾经给了马来西亚政府一份外交召会 文件中中国向马来西亚表达了强烈不满 指责马来西亚近期在南海海域进行的尤其勘探作业 严重侵犯了我们中国的南海主权 但是在上周菲律宾的媒体问讯者报 不知道从哪里面获得了中国外交部的这份外交召会文件 并公开给曝光了 此事件引发了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 中国外交部给马来西亚的外交召会内容 中国和马来西亚双方都是没有曝光的 至少是没有公开曝光 但是现在这份应当归属于国家外交机密文件 是怎么落到了菲律宾手上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已经不单纯是泄密问题了 南海问题升级已经有三方势力在其中了 中国、美国、菲律宾 现在明面上看 马来西亚关于在南海跟中国的争端问题 它并不想公开化 也可以说是不想其他方介入其中 双方控制摩擦规模 私底下解决掉问题 但是现在文件泄露了 那就意味着有三点可能性 第一点 有人希望马来西亚作为第四方入局 是菲律宾 也可能是它美国 通过制造舆论话题 倒逼着马来西亚政府强硬对待中国的外交召会 当然了 进一步延伸 也可以说可能是美国的窃听系统在马来西亚生效了 将情报送给菲律宾去升级事态的 第二点 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故以为之 马来西亚清楚它自己的实力 知道自己国家的经济结构状况 所以他们故意泄露给菲律宾 由菲律宾来出头 自己则给中国留下一个被逼无奈的形象 本质的目的是想试探中国的反应 也想在南海问题上试水 第三点 那就纯粹是马来西亚政府人员的问题了 因为国家外交机密文件中 外交召会的保密等级其实是分级别情况的 比方说如果涉及到了敏感问题协商 联合军事行动 又或者是关键的商务谈判信息之类的 那保密程度就非常之高 而像这次被泄露的文件 是中国向马来西亚表达不满 保密级别呢 可能就并不高 因而马来西亚政府人员被收买 被套话 又可能导致文件泄露 直观的说 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 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 马来西亚政府至少在台面上的说法 是将严肃追究泄密实践 而对南海的话题也并没有扩大化 导致菲律宾不光没能挑拨 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 反而破坏掉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 东盟内部以后但凡是内部会议 都没人敢留下什么直接性的证据 或者要谈也可能要避开菲律宾 天知道菲律宾这个二五仔 会不会直接把文件内容捅到网上去曝光 去讨好美国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